中校人爱信义和平 时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 基本党主义大象备用 废止一切春秋四孔就点 但在社会上尊孔读经风气依然浓厚 国手人士试图将孔子思想比赋于三民主义 从而获得国民政府的支持 面对两种难以调和的意见分歧 国民政府最初采取折中办法维持原状 其后又制定一系列尊孔政策 支持读经 尊孔复古之风再行于世 蒋介石提出治国理政 以三民主义为根基 并将儒家思想与之融合 上台不久 蒋介石亲自到屈佛纪红 加封孔子为千秋仁义之师 万世人伦之表 南京政府也颁布一系列的教育政策 将儒家思想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 1931年期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训令 要求各籍学校将中校人外信以和平 八字制变悬挂 1930年代 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建立维稳 国内外局势严峻 国内社会秩序混乱 邪说横行 人多诚意见义 莫知所从 日本近战东北三省 对中华大地虎视眈眈 欧洲战争一处激发 战云密布 1934年2月19日 蒋介石发起以四维巴德求民族复兴的新生活运动 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 自任会长 其后三年间全国有20余省市 先于现设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 蒋介石在西安了一次演讲 中层指出要挽救威望 复兴民族最根本的就是要恢复 中校人爱信以和平巴德 朱家碧 熊世辉 延西山和英亲等政府要员纷纷发文 大铁股垂如假道德 支持新生活运动 朱家记者期望 和全国同胞共同下一决心 以一致之步骤 一致之一致 实行此新生活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会看专门开辟格的新生活运动专栏 报道各地新生活运动的开展情况 同年三月 国民党CCC发起组织 从事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的团体 也意义中国文化建设协会 8日二十七为孔子诞辰纪念日 并定为果定纪念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宣传委员会 则拟定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办法 孔子纪念歌 同年孔子诞辰纪念日 汪精卫与戴季陶在南京主持由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 联合召开的孔子诞辰纪念会 蒋介石特派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 义处枪府屈服参加季孔大典 国民政府各院部军派代表参加 在上海、长沙、太原等其他城市 也举办了不同形式的尊孔祭祀活动 蒋介石本人在国民党内部提倡阅读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 并于1934年9月蒋世 更是至庐山登台奖金 开启民国时尚政府首脑奖金之先例 同年11月 国民党中央常委会 通过尊崇孔子发扬文化案 优待孔子、颜渊、曾子、孟子后裔 国民政府综恐复古活动达到了顶峰 国民政府踢场读金 举行四孔一事 大力开展新生活运动 有当时国内外政治环境影响的因素 但从根本上来看 持有其政治层面的利益足球 蒋介石推行复古读金 在于从道德层面维护 巩固其作为领袖的核心地位 自国民政府提倡读金 上行下效 各省份也不同程度地开展了读金运动 其中有以湖南、广东的读金活动最为突出 运营默默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MING PAO TORONTO